安徽疏州的头子易清禅师是曹洞宗大阳景璇禅师的法寺,但他从来没有聆听过景璇禅师的教诲,实际上在他出生的时候,大阳景璇已经去世了五年,所以他们从来就没有相遇的机会。 易清禅师俗家姓李,河南清涉人。 他在七岁时就在妙相寺出家,十五岁通过考试获得了僧人资格。 出家后,他首先学习白法论,但没学多长时间,易清禅师就发现自己被各种名词概念深深束缚,看不到学习的尽头。 他感叹道,成佛要经过三代阿僧奇节这么漫长的时间,我把自己困在这里有什么用呢? 于是,他就暂时放弃了学业,转而前往洛阳去听讲《华严经》。 没过多久,他就已经通晓并理解《华严经》的经义了。 一次他在给僧徒们讲解《华严经》中诸林菩萨继子的时候,突然因为其中的一句急心自省而猛然醒悟,心里想到,佛法是与文字无关的,讲经又能有什么用呢? 于是当即离开了讲寺,行脚诸方,到处参礼禅宗大德。 诗人称他为清华严。 《诸林菩萨记》指的是《华严经》第十九品当中, 《功德林菩萨》、《慧林菩萨》、《圣林菩萨》、《无畏林菩萨》等十位名字中有林的菩萨所说的寄语。 但这些继子当中并没有疾心自省这四个字,整部经也只在十七卷里出现了一次。 我们可以认为疾心自省是对诸林菩萨寄语的某种概括和转述。 其中最接近这句话意思的是绝林菩萨的寄语。 福山法远当时住在慧圣岩,他受大阳锦璇生前脱钩,一直尽心竭力帮他物色司法弟子。 一天晚上,法远梦见自己养了一只青涩的大英。 法远醒来以后细想,觉得是个急躁。 第二天一早,正巧赶上义青来到慧圣岩餐礼。 法远非常高兴,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挽留他在慧圣岩住下, 让义青认真参究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这段公案。 这个公案是这样的。 据说有一个外道之人请教佛陀,我不问你有言语的回答,也不问你没有言语的回答。 佛陀并不答话,只是良久的沉默不语。 外道于是赞叹说,世尊您真是大慈大悲,开解了我心中的迷雾,使我得以进入真理之门。 然后便向佛陀行礼离去。 阿南问佛陀,外道到底误得了什么道理,竟然会赞叹着离开了呢? 佛陀回答说,就像世上的良满,只需看到边影就懂向前驰骋。 余青禅师因此依照福山法远的教导,认真参悟了这个公案整整三年。 三年后,法远忽然问一请,你还记得三年前我要你参的那段话头吗? 谈谈你的心得吧。 余青正要开口,法远急忙用手堵住他的嘴。 余青当即豁然开悟,于是向法远礼拜答谢。 法远问,你领悟玄机了吗? 余青答,要有的话也早已吐出来了。 当时,法远身边的姿势者大趣说, 余青今天好像在病中出了一场大汗。 余青回头瞪了他一眼,说,快闭上你的狗嘴。 你再啰嗦,我真的要吐了。 此后,余青又在法远坐下参学了三年。 法远时常用曹洞宗的禅法来开始他, 余青都能契合无间。 于是,福山禅师便把大洋景玄禅师的顶像皮履直多交付给余青禅师, 并叮嘱道, 你要帮我接续曹洞宗的法迈, 不要在这里久留, 努力把曹洞宗的香火延续下去。 并写了一首记子送给余青禅师, 虚迷利太虚,日月府而转。 群风见你他,白云方改变。 少林风起从,曹西洞连卷。 金凤素龙潮,陈台起车年。 异青禅师临行时, 福山法远又叮嘱他前往医治元通法秀禅师。 异青来到元通法秀禅师的座下后, 每天既不打坐参禅, 也不去问学求教, 只是在禅堂里睡懒觉。 执事僧呵斥他, 他也是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 于是,执事僧去向元通禅师报告说, 禅堂里有一位僧人每天只是睡觉, 应该按四规言办。 元通禅师便问, 是谁? 执事僧回答, 是青上座。 元通禅师说, 暂时不要按规刑犯, 带我先勘验一下他。 随后,元通禅师拿着主杖来到禅堂, 看到异青又在睡觉, 就敲着禅床和时他说, 我这里可没有嫌犯 给上座整天吃了睡觉哦。 异青反问他, 和尚要教我干什么呢? 元通禅师答道, 你为何不去参禅? 异青说, 再好吃的东西, 对已经吃饱了的人有什么用呢? 元通禅师接着说, 可是有很多人不认同你啊。 异青回答, 若要等他们认可, 那我还能干成什么事? 元通禅师听后, 问道,上座曾见过什么人吗? 异青答道, 福山和尚。 元通禅师笑道, 哎呀, 怪不得你如此调皮捣蛋。 元通禅师说完, 便与异青握手相视而笑, 然后喜不自胜地回方杖士去了。 从此以后, 异青禅师名声远播。 异青离开元通法秀禅师之后, 最初在白云寺传法红化, 后来又搬到了头子山居住。 很快, 他坐下就会聚了众多优秀的弟子。 他曾经在法堂上开示弟子们说, 在偏远的山村, 遇到荒野的客店, 就别想着进去喝两杯了, 要赶紧离得远远的。 面对祖师和佛陀留下的玄妙关爱, 同样也要直截了当地飞跃过去。 尽管如此, 都已经是如同苏秦游说六国碰壁, 难以返回家乡, 又像项羽兵败乌江之派, 如何能摆脱困顿无望的命运。 各位缠德妹啊, 到了这步境地, 你如果继续向前走, 就会堕入魔道, 如果后退, 就会沉沦到恶鬼道。 可如果你不进不退呢, 又会沉溺到一潭死水沼泽当中。 诸位想想看, 要如何才能安稳地渡过这个难关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 眼见在场的僧众们面面相觑, 无人回答。 只好自己答道, 任凭地上积了三尺厚的血, 也压不垮一寸高的松树苗。 参禅悟道之路, 是一条艰难险阻之路。 即使是平时勤奋, 努力, 小心翼翼, 在其路不停留, 不迷路, 在想要触快闪身, 不堕落, 仍难免碰壁, 无法前进。 而且在很多时候都是进也进不得, 退也退不得。 如何才能平稳前进呢? 头子易青指明了一条出路, 任凭他三尺大雪, 压不住一寸凌松。 只要一切放下, 走自己的路, 拿他在险恶的环境, 也能平稳前进。 头子易青的禅风朴实, 常常是一开口就见其胸襟。 有僧人问他, 什么是佛? 易青回答佛。 僧人问, 什么是道? 易青答道。 僧人问, 什么是禅? 易青答禅。 僧人又问, 月位原石如何? 易青答, 吞进去三个四个。 僧人接着问, 缘后如何? 易青答, 吐出来七个八个。 又有僧人问, 今所谓开石如何? 易青答, 开。 僧人又问, 今机位明石如何? 易青答, 没这个声响。 僧人接着问, 明后如何? 易青答, 各自之实。 逆清的句子答话都是实话, 他是朴实人。 所以说老实话, 而且这老实话又是平常的, 不能再平常了。 人们还以为他有很深的玄虚, 很大的积变。 其实佛就是佛, 道就是道, 禅就是禅, 月位圆将圆, 月圆后必缺, 今所为开虚打开, 今机位明则无声, 明后天会亮, 各自之时辰, 那都是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别无花样, 并不高深。 可见天下最深的玄虚, 就是朴实, 最大的忌度, 就是老实。 有些朴实的禅风, 尽可随问随答, 毫不费心, 毫不费力。 逆清禅师也是一位著名的师僧, 他留下了很多眼浅一身的禅师。 其中有木童诗, 淡淡烟熙范洛华, 与催乔子御还家。 骑牛半夜穿云去, 异曲生平散小霞。 一清鸟写的木童生活怎么样的呢? 淡淡雾气晕的溪水之上, 漂浮着落花, 细雨落下, 催促着乔客赶快回家。 木童骑着牛, 半夜里穿行在云雾之中, 异曲目的, 呈现一片生平气象, 吹散浮晓的霞光。 田园生活也是一个 禅僧们经常引勇的主题, 木童生活也是一种 自由自在的禅景。 望皇, 方春不觉来诸夏, 秋色禅明翠影邪, 夜来风急柴飞破, 满地双扑落叶花。 春光正好之际, 正是诸夏来临之时, 夏意正浓, 禅明翠影之日, 恰又是秋风肃杀之时。 时节的变化, 往往在人的感觉之前, 冬至不为冷, 夏至不算热, 而历春历秋之时, 恰是最冷最热的时候, 但不知春和秋 已经在其中运行多日了。 禅门柴飞, 不知哪一天就是破的, 怎么会是夜来风吹破的呢? 满地霜, 不知是秋霜还是月光, 落叶花, 也不知是春还是夏秋, 所以禅师自己 都弄得明白了。 对光阴的流逝引发淡淡的惶惑。 宋守山达僧问, 水出昆仑山起云, 吊人瞧妇媚来英, 指之洪浪延囊阔阓, 不肯抛丝弃附金。 有位僧人问道于守山省念禅师, 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 如何是此经? 守山说, 你低声低声。 僧人大悟问, 如何受持? 守山答, 不污染。 本首寄送即是头子, 针对此则公案所作。 水出昆仑山起云, 中国境内的大江大河 无不来源于昆仑山, 而山上的水来自山上的云。 禅宗讲究修行要彻法原底, 直到最根本处, 吊人瞧妇媚来英。 而那些钓鱼砍柴的人, 却不知道自己受贿的根由在哪里。 指之洪浪延伦阔, 于父指之道长江的浩阔乌涯, 瞧妇指之道昆仑的山高林茂, 不肯抛丝弃附金, 他们只知道尽情的索取, 却不知这一切的来源, 辟日众生迷媚, 望尘世界, 而不知心愿何处。 头子一清还写了一篇 五位颂并富有序言, 广阔的天空本是一种颜色, 星星和月亮为何要分别? 大地本来不偏不倚, 万物却有枯萎和繁荣的积极。 因此佛法本来都是同一种, 哪里来的迷雾之分呢? 心也不是真实的心, 只是借助言语和形象来阐述。 这些言语有偏颇的, 有圆满的, 有正确的, 有颠倒的, 还有兼具多种含义的。 这个法不落入是非之中, 也不受万象牵绊, 深远的旨意已经融入水月一般虚幻的境界, 而宗门的源流则混同于金色河流一般的佛法之中。 不要陷入顽固顽固之地, 回头就能体会到妙不可言的境界。 宋约, 正中篇星河横转月明前, 采气夜交天未小, 隐隐俱张暗里缘, 天中正, 夜半天明修自有, 萌萌雾色变何分, 浑然不落秦时镜, 正中来, 火里金鸡坐凤台, 旋路以空通脉上, 披云鸟道出尘埃, 尖中至, 血刃龙身不回避, 天然猛将两步伤, 暗里全尸, 善周背, 奸中道, 借走之人不触道, 一般年多语君书, 不落是非方使妙, 一清禅诗原济于北宋神宗原封六年, 一千零八十三, 春秋五十二岁, 有慈世济云, 两处住池, 无可住道, 珍重诸人, 不须寻讨。